由文章马依丽主演的电视剧《小爸爸》即将登陆浙江等卫视播出 近日文章协剧中主创奔波于各地宣传新剧 却独独不见马依丽 文章表示太太近来身体不适所以缺席 不过前晚有媒体却爆料马依丽是因怀孕而在家休养 据记者透露 日前记者奔赴上海找到了马依丽文章在上海的第三个家 这道豪宅位于浦东黄埔江边 与马依丽父母的房子隔江相望 小区环境设施非常高档 每平米房价在十万元以上 文章马依丽是去年底才搬来这里居住的 经过记者连续多日在公寓外蹲守 8月21日这天下午4点左右 马依丽家的宝马汽车驶出公寓 半小时后汽车来到机场 汽车来到机场国际出口等人 5点左右记者看到一位戴着墨镜和浅色棒球帽的女士 款款走出闸口 她就是马依丽 当天马依丽身穿一件非常宽松的绿格子 长款大T恤 脚穿平底凉鞋 她肩上挂着一只白色背包 拉着行李箱 形象看上去简洁清爽 马富接过行李箱走在前面 马依丽不紧不慢地跟在身后 马依丽原本苗条的身材腰身有点变粗 隆起的肚子若隐若现 明显透出一股韵味 确实又怀上了 隆起的肚子明显突出 记者注意到当天马依丽是从香港返回上海的 她身边行李很少 文章和家人也没有同行 可见在香港并没有久住 那么她到香港是否是去做产检的呢 据记者所知 马依丽是独生女 而文章的家庭情况虽然外界知之甚少 从其年龄上分析很有可能是独生子 文章和马依丽都是独生子女 那么他们经过申请批准后 再生二胎就算是合法生育 文章和马依与嫁给幸福 舍不出的幸福 在心的深处 小小的幸福长成大树 你是我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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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